郭泰表示受行油價格高企乘客收益率受押 和貨運需求疲弱拖累業績大倒退 去年全年賺了9億1600萬 盈利大幅倒退8成3 營業額就按年微升1%至993億多 客運收益有701億 升3.5% 不過貨運收益就是245億 跌了5.5% 燃油仍然是集團最大的成本 郭泰去年耗油量雖減少0.7% 但平均飛機燃油價格升1.7% 撇除燃油對沖後的燃油成本增加0.8% 營業開支和員工開支分別升5%和8% 郭泰主席白紀圖表示 集團已採取適當措施應對目前挑戰 假如營商環境仍然沒有改善 就會採取更多必要措施 並強調集團財務狀況保持穩健 將會繼續投資未來 香港寬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